伊布的重拳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攻击力气 可如今跟小乔作战 他的重拳完全没了用武之地 只要他想重拳攻击 小乔就会跟他扭在一起 完全打乱伊布的攻击节奏 让他浪费了很多力气 才第二回合 伊布已经汗流浃背 气喘吁吁了 鸭专会长也看出了小乔的打算 他引诱伊布打出了大量攻击 体力消耗的速度远比正常比赛大 伊布属于直线性的攻击 如果体力不济 很容易被打败 所以小乔是为了得到分数 伊布抱住了 尽管旁边的观众们看不下去 甚至开始出声羞辱小乔 说他太过猥琐 玩阴招 不会堂堂正正的攻击 可小乔完全不顾及周围人的声音 他是以获胜为唯一目标 终于 第二回合也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小乔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各拿一分 要是再这样坚持下去 这场比赛又会以判定取胜了 而伊布这边确实更累一点 他喘息的几乎说不出话 鸭专会长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去破解小乔的策略 只能给伊布鼓励 让他继续努力直面小乔 只要能一拳将人KO 伊布就能打破现在的困境了 可是小乔的防守也十分坚固 他使用的十字防御 是用来吸收重量级拳头的强力防御法 伊布只能在他防守的空隙中 以组合拳的方式攻击了 鸭专会长建议伊布虚晃上段 专门攻击小乔下段 伊布领会精神 这时候 第三次比赛开始的铃声响了 伊布再次站在擂台上 与小乔对峙 巴姆经理十方奥急的询问 鸭专会长 现在伊布的体力流逝的飞快 你不让他休息一下 反而还让他继续攻击 会不会加速他失败的进程啊 可是鸭专会长认为 现在就是比那里的时候 伊布累 小乔也累 现在如果伊布能给小乔施压 让他防线崩溃的话 还有获胜的可能 第三回合开始 小乔依旧故技重施 伊布还在白白浪费体力 不过他的精力 开始逐渐集中在小乔身体的下半段 当自己全力攻击的时候 小乔将所有防御重心 都放在了头和胸 下半身的腹部 反而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伊布趁机一拳 打向小乔的腹部 却不料被他用胳膊肘挡住了 原来小乔早就看穿了 伊布的小心思 这人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为何如此聪明啊 小乔也察觉到 伊布的冲刺力和打击力 都在下降了 所以哪怕自己不再得分 只要手中的两分的话 也能赢得比赛了 小乔是越打越有信心 防御可躲避的 更加游刃有余 而伊布的腿部肌肉 已经僵硬 明显追不上小乔的速度了 第三回合结束 小乔虽然没有得分 但守住了之前的两分 伊布回到休息区 整个人好像一只 煮熟了的螃蟹 浑身红彤彤往外散发着热气 鸭窗会长也只能使用绝招了 他拿过来一桶冰 一股脑袋全都 倒在了伊布的短裤里 然后将冰迅速按在伊布身上 伊布浑身如骚电机 然后整个人 快休息时间结束了 终于到了最后一回合 三分钟后 胜负就会分出来 伊布已经没有退路了 伊布和小乔刚站上擂坛 小乔就进入了防守状态 鸭窗会长大声给伊布鼓励 再不攻击 你就没机会了 伊布立刻如脱缰野马一样 毫不犹豫地冲下去 刺拳 直拳 勾拳 和上勾拳轮着涌 小乔感觉第四回合的伊布 好像活了过来 他的拳头依然有力 所以为了保住领先优势 他必须跟伊布保持距离 只熬过三分钟 他就胜利了 伊布想的则是赶紧贴近小乔 于是他们一个跑 一个追 伊布一边追 还有一边挥拳 体力消耗巨大 所以在攻击的时候 难免就无法顾及防御 一直躲避的小乔 看到伊布那明晃晃的防御空档 不出拳 仿佛对不起自己了 于是他就出拳了 这还真的击中了伊布的身体 眼看着伊布连连后退 小乔愣住了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那无力的拳头 有朝一日 也能将对手打退 那是不是 他也有KO对手的一天呢 现在伊布的体力 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对于小乔来说 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小乔犹豫了 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稳稳获胜 还是拼一次 让自己也感受一下 KO敌人的快乐 小乔一边想着 一边又回出去几拳 没想到 再次打中了伊布 看来伊布就连躲避的力气 都没有了 发现了这一点的小乔 瞬间激动了 刚才击中对手的感觉 太过刺激 让他欲罢不能 小乔放弃了自己的防守战术 开始奋力出拳 他也想堂堂正正的KO敌人 伊布只能抬起手狼狈的防御 他被小乔逼到围绳处 已经无路可退 小乔一击中拳 刚好击中伊布的头部 他的身体无力的倒了下去 小乔的热血冲上大脑 他终于KO了对手 可伊布身体倒下的时候 眼睛一直偷瞄小乔的身体 找到空挡 猛的一拳打下去 这是一击十分有力的直拳 小乔被打得整个人飞了出去 不过 他还是挣扎着站稳身子 没有倒下 虽然挨了一下 但小乔已经尝到了 击中敌人的甜头 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 他总觉得还差一点 就能将伊布KO了 所以尽管教练在下面 拼命喊着 让小乔防守 小乔还是冲上去进攻 然而这样的小乔 就彻底失去了 对伊布的控制力 在热血对打的擂台上 伊布还没怕过谁呢 可是伊布竟然没有正面环击 他双手放在头部 一边防御着小乔的拳头 一边暗中观察 这一幕 正是伊布跟宫田比赛的时候 使用的乌龟战术 终于 伊布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 小乔向他逼到角落 随后尽全力挥出左直拳 但伊布却突然闪身躲过 来到小乔的身后 就在小乔回头的一瞬间 伊布的右直拳 蕴含着催枯拉朽的力量 直击小乔的面颊 小乔毫无悬念地倒下了 时间还有14秒 比赛就结束了 如果这时候小乔站起来 那伊布绝对来不及再见人击倒 比赛就会判定小乔获胜了 所以小乔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还是爬了起来 压窗广场看着如此顽强的敌人 已经放弃了 只是小乔才站起来 向前迈了一步 就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这次 他没能再爬起来 最终伊布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小乔回到休息室 他惭愧地跟教练道歉 如果自己按照原定计划防守的话 这次比赛他一定会胜利 可是作为拳手 谁没有一个KO梦呢 教练也理解他的心 他会更加努力帮助小乔训练 希望小乔以后 真的能实现自己的KO梦 而伊布回到休息室 美滋滋地告诉英孙自己赢了 可英孙看着快要站不起来的伊布 让他乖乖在休息室里躺着 从电视看比赛转播就好 伊布在电视看着英孙站上了擂台 与卫美冠军石岛对战 眼看他将对手打得摇摇欲坠 伊布实在忍不住了 他就算是爬 也要爬到赛场 去亲眼见证英孙夺冠的瞬间 可是等他好不容易来到赛场 却看到英孙被石岛打得 单膝跪地的场面 英孙太想赢 以至于丧失了平常心 被石岛用极具羞辱性的一拳击倒后 整个人陷入了伊姆当中 伊布急得口喷鲜血地大声为英孙加油 伊布那惨烈的声音 将英孙从伊姆中拉了出来 他猛然站起身 整个人看起来好像一只受伤的猛兽 浑身上下充满了暴虐与危险 比赛再次开始 石岛最擅长的直拳步步紧逼 英孙却毫不还击 连连后退 一直退到了围绳边缘 身体靠着围绳不断躲闪着石岛的攻击 而石岛此时也被刚才的胜利冲回了头脑 一心想快点KO了对手 每一拳都是打向英孙的脑袋 英孙漠不作声地左躲右闪 终于抓住了石岛的一个破绽 英孙猛地攻身躲过石岛的拳头 随即一招上勾拳 狠狠击中了石岛的下颚 趁着石岛反应不过来 英孙冲上去 一套组合拳把石岛当成沙包揍 每一拳都将石岛的背部紧接下入围绳当中 可石岛却双手挡在脸前 咬牙拼命防守 英孙打着打着就又上头了 他放弃防守 猛地挥出一击重拳 鸦川馆长吓得大喊 英孙 你忘记刚才自己怎么吃的反击拳吗 果然石岛就是在故意示弱 引诱英孙动怒 就在英孙放弃防御挥出重拳的时候 石岛的反击拳也挥了出来 可英孙才不会在同一个坑跌倒两次 刚才只是假动作 他在石岛挥出拳后 猛地缩身躲开 然后左拳击中石岛的脸颊 一拳一拳又一拳 把刚才自己受到的屈辱 全都打得烟消云散 等英孙把仇抱得差不多了 石岛也爬在地上起不来了 裁判一看 根本都不用倒数计时了 直接宣布比赛结束 英孙成了新的冠军 晚上大家一起喝酒庆祝 一步陪着英孙前辈回家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他现在走路也十分困难 或许是英孙表现得太过轻描淡写 或许是冠军争夺战结束的时间太快 大家都忘记了 其实英孙能得到这个冠军腰带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中的那个反击拳很重 英孙几乎是全靠意志力才爬起来的 也只有英孙知道 他之所以有站起来的勇气 就是因为他听到了一声声嘶力竭的呐喊 怎么能让那个臭小子看笑话呢 于是他就站了起来 所以现在英孙诚恳地对一步道歉 他希望一步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路获胜 最终成为新人王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一步收到了梅泽三人嘴的友好慰问 他们已经把一步当成了英雄了 连连追问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 他们还要去帮一步加油打气 一步表示 下一场比赛就是准决赛了 目前日期还没定下 不过现在他们首要应该处理的事情 反而是升血压力 随着一步升入高三 血液越来越重了 他不可能兼顾练拳和血液 于是一步找到了老师 希望得到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老师对于一步选择拳击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他的成绩一直不错 如果愿意参加高考 一定能考一个不错的学校 只是一步现在心意已决 他说自己真的在很努力的练习拳击 而且还打入了新人王的准决赛 他会努力加强训练 争取夺得新人王的称号 老师告诉一步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努力的走下去 千万不要中途放弃 不过如果你还想回来学习 老师也会不遗余力的帮助你 实现人生梦想 一步感激体灵 跟老师鞠躬告别 刚走出老师办公室 一步才发现 自己太兴奋了 以至于忘记把书包带出来了 他回去拿书包 刚走进老师办公室 就看到老师正摆出拳击的架势 空气一瞬间凝固了 一步光速拿走书包 光速撤离 果然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拳击梦啊 黄昏的时候 一步独自坐在河边发单 他的下一个对手是宿水 这是一个比宫田还要厉害的选手 一步没信心地战胜他 就在这时 小乔跑步刚好路过 看到一步好像有烦恼 就过来开解他 小乔知道 一步肯定是在烦恼跟宿水的比赛 他也研究过宿水的打法 发现宿水几乎没有弱点 他如同教科书上的人话一样完美 小乔觉得 自己完全没有机会战胜他 但一步或许还有机会 因为一步 也是一个攻击型的天才拳手 而且他的拳头坚韧顽强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机会击破宿水的防御 再说 一步那强有力的拳头 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上次比赛 把小乔的鼻梁骨都打断了 一步赶紧跳起来给小乔道歉 不过小乔告诉一步 要真想道歉的话 就努力战胜宿水吧 最好能夺得新人王 帮我实现未完成的心愿 这样 我这一拳也挨得迟了 一步 你的拳头上 有着我们的希望啊 一步十分感动 他记得之前尾气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每一个对手 都是一步前进入审的台阶 每一个对手 都能为一步插上梦想的翅膀 一步没有理由退缩 他要努力战斗 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与祝福的 为了帮助一步熟悉速水的拳法 鸭川馆长找了的速水对战的录像 带给一步看 这场比赛速水对战的选手 打法与一步十分相似 速水的防御确实无懈可击 在防御之后 速水还挥出了一二左右拳 鸭川馆长问一步如何应对 一步说 一的刺拳他会挡 等第二拳过来的时候 他缩起身子 顺着对手手臂 划入他的身体前方近距离攻击 果然 速水的对手也是这么想的 只可惜 他还没有来得及攻击 就被速水的上钩拳给打中了 然后速水就施展散弹拳 瞬间打出几十拳 叫对手打得晕倒在地 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 速水表示 他还从来没被近身攻击的选手击中了 这并不是大话 速水对战近身攻击拳手的KO率是百分百 所以如果是现在的一步 依然会毫无悬念地被速水KO 鸭川馆长让他必须在短时间内 强化自己的防御 必须让速水的散弹拳 变成空炮弹才行 于是鸭川馆长带着一步来到草丛里头去 他捡起一把小石子扔下一步 一步的人脑袋 瞬间就被砸成了狗脑袋 鸭川馆长表示 什么时候他能防住这一把铺天盖地的小石子 才有可能防得住散弹拳 然后一步就又开始了魔鬼训练 等晚上英孙等人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脸已经被小石子打得千疮百孔了 大家习惯现在聚在青木的拉面店吃饭 明天青木就要比赛了 可是他如今还在这里煮拉面 英孙表示 紧张得要死的青木被英孙打击的痛哭流涕 经过了一夜的沉淀后 第二天比赛前青木更紧张了 他僵硬得如同死了几天的尸体一样 整张脸都是蜡黄呢 鸭川馆长不由的担心 这样的状态应该如何比赛呀 好在第一场比赛是速水对战安川 安川知道速水的厉害 故而打算谨慎出拳 打持久战 这跟馆长给一步制定的方案几乎一样 不过战斗刚开始 速水就察觉到了安川的意图了 他积极攻击 速度越来越快 将安川按到围绳上狂轰猛打 安川根本无暇躲避 只能被动地呼出要寒 如同在惊刀骇浪中的一夜小舟 随时都有翻覆的可能 不过安川也并没有放弃抵抗 他找准时机 突然俯身贴近速水的身体 正要发动攻击 却不了速水用短勾拳 一拳打在安川的脸颊上 在安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速水的散弹拳 已经打到了安川的身上 一步目瞪口呆 这不正是自己在录像带里 看到的那种套路吗 很快 伤痕累累的安川就失去意识 而一步看到安川的今天 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明天 他必须想到更有效的办法 才能战胜速水 我是黑白 下期见